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昨天发布 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0蓝皮书 从核电生产运行 工程建设 核能科技创新等方面 分析了2019年中国核能行业发展状况 蓝皮书显示截至2019年12月底 中国再建核电机组13台 再建机组装机容量连续保持全球第一 2019年我国再建核电工程稳步推进 国核示范工程福建漳州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核准开工 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进入批量化建设阶段 截至2019年12月底 我国再建核电机组13台 总装机容量达到1387.1万千瓦 居全球第一 现在实际上我们国家这种大型核电机组 同时建设能力可以达到30台以上 引进行的国际三代核电机组 建成投产并且完全投入商业运行 为全球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建设 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典范 我国核电装备的自主化和国产化水平 也在不断提升 2019年国内核电主设备将附39台套 百万千瓦级三代核电机组关键设备 大型断件 核机材料等 也陆续实现自主设计 自主制造 我国的核电装备制造企业 以全面掌握自主三代核电装备制造核心技术 为我国核电的安全高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我们已经形成了每年8到10台套 大型先进核电站的装备制造能力 尤其是我们的华龙一号 国核一号 我们国产化率可以达到85%以上 既可以满足我们国内核电发展的需要 也为我们将来走出去创造了条件 我们的核电机组关键